大家好,欢迎关注汤心剑硬笔书法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日子该怎么样去写 首先,这个日呢,我们先分析一下它的一个大体的形状 当然它肯定是一个长方形,稍微瘦高一点的长方形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长方形呢,通常我们在写的时候 如果你非常死板的去写出一个长方形来呢,它也不好看 所以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个日的长方形呢,它是有个腰的 什么是腰呢,就是这个长方形,我们这样来给它画一下这个长方形 这个长方形它是中间有点细的,这我画的夸张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对于这个日而言,它是不是中间稍微细了一点 就像人一样,把这个腰呢,有点往里面去收 那我们写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要这样画一个腰在这里,画的弯弯的呢 其实也不是,注意观察一下,这边有一个竖,这边有一个横折 它的这个腰靠什么体现呢,这个竖的顿比我们可以给它顿大一点 然后顿比顿大一点呢,这个竖就会有一个往里缩的动作 顿比呢,就是我们原来也说过,顿比就是一个小小的点 我们这样写一个点,它就是顿比了 同样右边呢,这个竖呢,也是横折,折完了之后 顿完之后呢,往回带,往左边稍稍挺一点点 再把这个竖写下来 这样呢,右边这个竖呢,也有点往左边收的这种感觉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顿比稍微顿大一点 一个竖,竖下来 你看,这里就有个往里面收的动作 然后上面这个横折呢,这里可封口,可不封口 一般我自己习惯的是不要封口去写 好,到这里顿比还是写个点 这里呢,往回收一点点 然后再写这个竖下来 我这里收的稍微有点多 到这,这里呢,也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日子啊,凯书当中呢 日的右下角是有一个勾的 很多同学写这个勾呢,会写成这样啊 就是这边竖也写好了啊,横折下来到这儿 写到这儿,右边和左边等高的时候呢 就情不自禁就开始勾了 就把这个勾勾上去 这勾如果你勾得太早呢 你看一下这个字啊,横在这儿 你现在下面左边的竖的结尾要和这个勾的尖尖啊 这边,这个横要给它接上 这两边要接上的话 下面的横就只能斜着去写 所以那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 你就把这个竖啊,写长一点 写到这儿呢,写到和左边的竖等高的时候呢 不要急着去勾 往下面多拉一点,拉远一点 然后再去写这个勾 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 这个勾呢,通常写的不太大 并且呢,这个勾的角度和这个竖离得比较近 我们看看,勾的尖尖就基本上刚好和 左边这个竖的结尾差不多等高 然后我们再来中间的一个横 好,下方再来一个横 好,注意中间这个横呢 它是贴左不贴右的 什么是贴左不贴右 我们看一下例字,例字也是啊 这个横呢是贴着左边的竖 但是呢,不要贴着右边的竖 他们的右边啊 这里呢是有一个空隙的 好,这里呢还有一个小细节啊 就是这个日子 中间的这个横 我们先来看一下例字 例字的这三个横呢 其实基本上是等距的 你看第一个横在这儿啊 第二个横在这儿 第三个横在这儿 这三个横之间距离是相等的 但是我们写的时候呢 可以稍稍让中间这个横啊 往上方走一点点啊 位置稍稍往上一点点 比如为什么要往上一点点呢 我们画 这样好,我们画两个长方形 我们也不写这个日子 我们画两个一模一样的长方形 我们看一下 画三个吧 还有一个对照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三个一模一样的长方形 最后一个呢 我们按刚刚立字的这种办法 把这个横呢 把中间这个横呢 给它写在中间 它看起来呢 是比较均匀的 比较舒服的 然后第一个横呢 我们把中间这个横呢 写在中间位置 并且偏上一点点 第二个呢 我们把这个横呢 写在中间位置 并且偏下一点点 好,大家看一下 这三个长方形啊 给人感觉啊 当然这个是比较标准的 那前两个给人的感觉呢 就是这个稍微舒服一点 这个呢就没那么舒服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上面部分 大了一点点 下面部分小了一点点 给人一种头重脚轻啊 不稳定的感觉 而这个呢 脑袋稍微小一点点啊 身子稍微大一点点 它显得呢 更稳定一些 以后这个看起来 稍微舒服一点 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为了避免失误 就是你虽然瞄着 这个横啊 虽然瞄着中间在写 但是手稍微晃一下 或者瞄得不太准 如果写的偏下了 它就会很难受啊 比如我们来一个 来一个错误演示啊 就是还是刚刚讲的 这里顿笔 收回去一点点 包括你其他笔画 都写得很好啊 各位写得很好 一旦这个横稍微有点偏下 我们看一下 这个日子就会给人感觉 很难受 而这个横 如果稍微偏上一点呢 它会稍好一点 这里勾往下多拉一点 这个横呢 稍微偏上一点点 你看它给人感觉 会稍好一点 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宁可把这个横啊 稍微靠上一点 也不要把它偏下了 好 那么我们带着 刚刚讲的这些要点呢 再好好照着例子写一个 顿笔往右边挺一点点 写这个竖 上方可封口可不封口 横顿笔 顿完了往回收一点点 好 竖拉下来 拉多一些 写这个钩 这个横描着中间 偏上一点点去写 下方 横封口 封口完了 这个横刚好 和这个钩的尖尖 给它接上 好 这个就是日的写卡 我们下次可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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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